你好 欢迎收看1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为了感谢各乡镇市清洁队员的辛劳 环保局的副局长饶庆龙特别率领环保局处团队 到复礼 玉礼 万荣 瑞税 光复凤林等地区来发放春节的慰问礼品 为了感谢花莲县北中南区的各乡镇清洁队的人员 平时默默维护相恋环境的辛劳 由环保局副局长饶庆龙率领环保局团队 北到复礼 玉礼 万荣 瑞税 光复 凤林等地区 发放春节慰问礼品 为了维护我们全镇 玉礼镇还有酌激香 全镇 全镇的清洁 特别的辛苦 玉礼镇长蔡丑龙说 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够见到默默打扫的清洁人员身影 他们从不抱怨辛苦 就是随时随地保持整洁清洁生活环境 特色车几乎是每天都是第一线的服务民众 很需要 尤其在我们清洁队长的努力之下 不仅单单宪服的这些车辆的经费 一些对我们环境的大计划 它也积极在筹备中跟中央单位争取 清洁队员不论夸风下雨或者是假日年节都要出勤工作 环保局副局长说 队员们是守护家园的重要推手 因为他们的付出 让民众生活在干净安全的环境当中 也欲请居民以及观光客能够全力配合维护环境 大家一起携手保护自然环境 让资源永续利用 记者高双双 玉璃镇采访报道